不下船 不回北 游客聚集在游轮大厅 大声抗议 要求赔偿 旅客不满游轮行程 原定五天 却因为台风因素 行程一变再变 甚至提早一天绑回台湾 早上六点多 游轮停靠高雄港 八点游客下船 每个人脸上没有笑容 拿起行李过安检 冒着风雨 准备搭接驳车回家 那一天 我们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 是有台风的了 就是应该不要出航 他改了两三次 也是必不得已吧 很多人都把车停在基隆港 下车之后这段路的安全 谁来顾问 游客控诉原定行程 会停在日本石原岛 业者以安全为由 改停纳坝宫古岛 22号早上又改了第二次 原定在冲绳过夜 改称只停留八小时 宫古岛的行程也被取消 23号上午又改了第三次行程 原本25号要到基隆港 提早一天结束 改停高雄港 游客气到不行 在甲板抗议 船上几百名游客不满 待在船上捍卫他们的权益 20多名船务人员 正在甲板上团团包围 希望旅客下船 双方对这个行程没办法走 是属于不可抗议的话 那没走的当然费用 就应该要退给人家 这是清楚的 高雄市消保官一早亲自到现场关切 虽然业者将退回一天的旅费 及补偿一百元美金 但是有许多游客 对这趟游轮之旅相当不满 消保官则表示 会尽力协助旅客 保护消费者权益 3D新闻刘安静成员 高雄报道